距离西角还有三天时间,小编真是想破脑子都不知道血点石膜,每天第一时间浏览NBA各个新闻,血料还怕你们不想看,愁的是茶不思饭不想。 回到西角这个话题上来,比在15号开始,而包括专家、媒体、其他球队看热闹的球员都预热得差不多料,都认为这绝对是近今年西部最让人期待的决赛。 而对于勇士来说,今年的火箭在网绵他们的王朝中,没有遇到这种层级的阻碍,而对于火箭来说,超过3000末中国球迷在这看住呢,你们自己看住办吧,今天勇士和火箭同时更新料训练图级,火箭那边很放松,一天喜气祥和的样子,而勇士这边就没那么开心料,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压力和相当难度的对手。 不过对于勇士来说,也有好消息,在完成111号的训练后,主教练科尔接受圣和赛水星报采访时表示,相比于一个月之前球队的低迷态势,现在大家更加有动力量,纯粹是球员的本性和竞争欲望。 换句话来说,这些大佬们知道拿掉工资,该出力量,而对于库里的左膝内侧韧弹,科尔表示,使逼分感觉自己更好更强壮料,用库里的原话来讲,我的伤病的各个方面都被照顾得很好,我现在期待能够再赢下8场比赛,我已经准备好料,期待着对阵火箭的比赛中狂奔,对于库里的完全康复。 相信对于很多勇士球迷来说,这真是吉时雨,但火箭主教练格安东尼在今天采访时,就表示火箭会运用不断地换防面对勇士的进攻,而在防守端竞可能内让哈登或者保罗找库里这个点。 换句话来说,就是针对库里这个点找机会,今天训练结束后有记者将问提抛给库里,库里回答得很有意思,我希望每一回合都是这样,如果我在直交火箭,我也会这么做。 对面有克莱,德雷蒙德,KD,努力在那些单打机会中,让对方更加艰难,但对我来说,我或需要做好的自己的工作,无论是对其事还是对谁,我或会解决好我们的事。 库里态度很明确料,单套组合不是针对我吗?那就来试试,我现在已经甩开胳膊慢开腿料,看看谁笑到最后。 而格林在弹刀火箭时,异常清醒,完全没有长上一怒。 暴暴的一面,我们需要站出来打出强势的开局,这很重要,他们是一支非常出色的战队,你必须一开始打得很强势,让他们开始质疑自己。 纵观勇士和火箭长规赛的三场对抗,实话实说,勇士的开局都没有做得很好,甚至在防守端的松懈早早地让火箭取得比分和心理上的优势。 而在唯一赢下的那场比赛里,勇士正式全场持续高压火箭,一路领先到最后,格林的话不无一定道理,想击败火箭,现在别让他们一开始,就打出自信来。 话说回来,其实作为火箭球迷来说,火箭常规赛确实让人惊艳,而季后赛连续两个4比1,也算是顺风顺水的同时,也让火箭发现了很多自身问题。 火箭在球员的配置上,依然很难和勇士相聚美,按照科尔的意思来说,自己在常规赛是助让所有球员打出自信,在季后赛,派谁上场都可以,火箭就没那么多的资本料,可用的一共就8、9个人。 保证防守质量的同时,尽快递在进攻端打开手感,小编作为300莫粉丝中的一员,最默默的替火箭加油的。 这场对决,没有败者,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